大家好我是Lisa 那我今天会跟各位就是介绍一下 我们University of Dundee 有一些比如说环境啊 然后还有地理位置啊 还有我们学校一些特色 跟一些比较特殊的科系这样子 那Dundee呢 我们Dundee是位于苏格兰 就是英国有分苏格兰英格兰 然后威尔斯嘛 我们是位于英国的苏格兰 里面的一个城市叫做Dundee 那Dundee这个地方呢 它距离爱丁堡 就是大家如果讲到苏格兰 比较常听到的应该就是爱丁堡这个城市 那爱丁堡也是苏格兰的首都啦 所以从当地过去爱丁堡的话 大概是一个小时左右的车程 所以其实算是蛮方便的 那假设你可能 有时候你在当地这边上课啊 然后你周末想要 可能有廉价或是什么 你想要出国去玩 或者是飞到其他城市去玩 那我们通常都是到爱丁堡这边来搭飞机 那到爱丁堡的话呢 这个爱丁堡机场 是有非常多的国际航线的 所以交通来讲是非常方便的 那当地呢 因为在苏格兰嘛 大家对于苏格兰的印象就是觉得说 这个地方天气很冷 可是其实在当地这边 它是算是比较高地 然后它的阳光是非常充足的 就是空气很好啊 然后阳光又很充足 就是天气非常的好 所以是一个非常舒服的居住环境 再来就是它也是自然很好的一个地方 所以如果你对于安全比较考量的 比较在意的话 那这个当地也是一个很棒的选择 另外呢当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为设计之都 等一下会跟各位介绍一下说 为什么它叫做设计之都 然后如果有大概知道伦敦啊 英国就是一些景点的话 应该都有听过Victoria Albert Museum 就是前阵子也有跟我们那个台南的清美博物馆 有合作的一个美术馆 它在伦敦有一个本馆 那唯一一间分馆呢 就是在我们当地 你们看到图片下面这个 很像两个鲸鱼的这个图案 就是Victoria Albert Museum 好那为什么当地 我刚刚有讲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把它定为设计之都 为什么呢 因为它被叫为设计之都 是因为当地这边有非常多的 对于设计啊 或者是新的东西的发明 有很多的贡献 那其实这一些东西都是有影响到 人类的整个生活的品质 还有历史的 比如说X光 也是直到现在我们都很常在使用的 可能看牙医啊 或者什么样 就会去照X光 X光呢 是在当地这个地方被发现的 那另外呢 我们会去游 现在可能比较少记性 但总会记包裹嘛 那这个游票这个东西呢 就是在当地这边发明的 那另外呢 英国的第一艘开往南极的船 你们要知道当时在 100多年前 你要打造一艘船 可以开 从英国那么远的地方 开到南极去 是非常的了不起的 那这一艘船呢 是在 就是第一艘开往南极的船 是在我们当地这边盖出来的 这艘船叫做发现号 那因为这是第一艘从 第一艘开到南极的船 所以我们那个当地的吉祥物呢 就是那个企鹅 你们看到画面中 有一张图片 有一排企鹅 这就是我们学校的吉祥物 那另外呢 如果有在打电动的同学 应该就知道说 有听过 侠盗猎车手啊 Minecraft这样的游戏 这两个游戏 应该是全世界最畅销的电玩游戏 那他们呢 也是在当地这边的游戏公司 被开发出来的 还有就是 我们常常会去领钱嘛 那去那个ATM领钱的那个机器 的第一代模型机 也是当地设计 当地这边的人设计出来的 然后第一批的 那个量产的ATM的机器 也是当地这边生产出来的 另外呢 就是我们学校的教授 也有跟电玩公司去合作 开发了Minecraft EDU 这个Minecraft EDU 就是透过Minecraft的游戏 来让小朋友 学习怎么样去写程式啊 怎么样去coding啊 这一些的 所以也是透过电玩的 电玩游戏 然后来达到教育的效果 那另外呢 我们自己毕业的校友 当地毕业的校友 我们也有毕业生 创立了一个公司 叫做Star Dundee Star Dundee是一个 专门处理太空船的 计算机的一个公司 那这个计算程式呢 它就是会 可以协助就是 他们在太空船 在降落的时候 去计算那个落地的地形 是什么样子的 那我们这个Star Dundee 这个公司呢 也要跟国际核能组织 有很密切的合作关系 那我们的 我们的那个在校生啊 毕业生有很多人 他们会到Star Dundee 来参与一些跟太空相关 就是Aerospace相关的一些计划 这样 虽然说我们当地是没有 Aerospace Engineering 这样的科系的 可是如果你念的是 Computer Science Mechanical Engineering 或者是Civil Engineering 这些课程 你都是有机会可以参与 就假设你是对 太空科技有兴趣的话 你都是有机会可以来 参与这些专案的 另外呢 就是像我们现在 几乎每一个人家里 都会有的电视荧幕 就是液晶荧幕 液晶显示器 这个液晶显示器 是日本人发明的 可是我们的研究人员 当地的我们学校的研究人员 开发出了新的材料 来使用在这个液晶荧幕上面 让这个荧幕的解析度更高 然后制程更稳定 所以才可以量产这样子 所以这样子讲了那么多例子 就是想要告诉大家说 我们的学校啊 跟这个地方 它是有很多改变人类历史的 发明跟创造的 所以它才会被称为设计之都 好 那像刚刚讲了那么多 就是想要跟大家讲说 就是我们当地是一个 学术表现非常强的学校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对于学生的食物研练啊 还有一些就业上面的资源 也是非常充足的 那我们在 尤其是科学研究类的排名 也都是非常好的 好 那在当地这边呢 就是不管你今天是想要 从大学部开始念 还是从研究所开始念 我们都是有提供相关的课程的 主要就是以这个预科为主 那什么叫做预科呢 如果你是大学部的话 假设你今天是高中毕业 你想要进入到我们当地来念大学 那其实在苏格兰呢 我们的学制是四年制的 你们可能有听过就是说 英国的大学 是不是念三年就可以毕业了 可是在苏格兰呢 我们是要念四年的 那但是 虽然要念四年啦 但不代表说 如果你今天再加入一个预科课程 你就要总共要念五年的时间 才能毕业 并没有 我们就是 你在第一年的时候 我们就是叫做 International Stage 1 你在第一年的时间呢 你就会有 同时有预科的课程 然后你也会学到一些专业科目 等到你完成了第一年的课程之后 进入了University of Dundee 就是开始大二的课程了这样子 所以呢 你们看这个时间表 就可以看出来说 总共念四年的时间 就可以毕业了 那其实除了 International Stage 1之外呢 我们也有International Stage 2 总共只要念三年的时间 就可以毕业 那它的科系会比较少 现在就是选择有限 等一下也会跟大家介绍 那我们当地提供的科目 是非常多的 范围很广 而且我们在各个科目啊 各个学院的排名 都是非常好的意义 就是在英国来讲 都是 甚至有一些科系 是世界排名很好的 好 然后你们可以看到 就是有艺术设计啊 商学院 电脑科学 工程 然后Medical Science 就是医疗类的 护理跟那个 Psychology Social Studies 就是我们的 我们的科系选择 非常的多 那待 就是待 大家稍微看一下就好了 因为 等一下还会 详细的介绍一些 比较热门的科系 像有一些同学 对于比较 特殊的 比如说珠宝设计啊 就是蛮有兴趣的 然后电脑科学 那我们的那个生意科技呢 是全英国排名第二的 还有我们也有解剖学 我们的见识科学 是全英国排名第一的 然后护理系的话呢 我们也跟 就是 Dundee那边的 最大型的教学医院 有合作 所以我们的学生 护理系的学生 也都可以去到 这个医院来做实习 好 然后也有一些 就是社会科学类的课程 好 那这就是我刚刚讲的 International Stage 2 就是 学生呢 我们只要念 International Stage 2 念完之后呢 你就可以升到 大三 所以总共三年的时间 就可以毕业了 那有提供 International Stage 2的科系呢 就是 商学院 就是这个 Business and Economics 还有金融 还有 Mechanical Engineering 跟Computing 就只有这四个科系而已 比较少一点 那相较之下 它的要求也会比较高 就是我们 我们会对于学生的要求要 就是你的总平均要75分 那等一下最后有一个 表 让大家知道说 我们当地的预科录取标准 到底是多少 好 那我稍微介绍一下 我们的 Mechanical Engineering 像 因为这也是很多台湾学生 有兴趣的科系嘛 那我们的 Mechanical Engineering 就是 虽然它是 如果你是从这个 International Stage 2 开始念的话 你也不用担心说 会不会跟不上 因为我们在 International Stage 2的期间 会教一些 比较基础的知识 这样子 就是 Mechanical Engineering 相关的知识 然后呢 你在完成了 这个International Stage 2之后呢 你就可以 有这个CSWA认证的资格 那什么叫做CSWA呢 它是一个 就是 Mechanical Engineering 他们常常会使用到的一个证书 就是代表说 你有拿到这个证书 你是有业界需要的实作能力 比如说 你会操作这些仪器 或是你会绘图软体这一些 那你假设通过了 这个Certificate之后 你的名字会被放在 这个CSWA的官网上面 那如果有雇主 他们要找实习生 他们就可以从这边去找名单 就是我们都很鼓励学生 去多操作这些仪器 所以我们学校的学生 实物能力非常的强 然后呢 到了大三大四 你可以继续走 Mechanical Engineering 你也可以转换跑道 去走再生能源的那个课程 因为再生能源 现在是各国政府 主力在发展的一个行业 所以其实你毕业之后 如果你是念再生能源 会有很多的工作机会 好 那我们 Mechanical Engineering 也有一些蛮特殊的program 比如说有这个 Problem Solving Industrial Visit 就是我们会带学生 去做企业参访 那不是说只有当地 比如一个下午 带他们去一个公司里面 看一看而已 并没有 我们是会让学生 就是可能有两周的时间 待在这个地方 然后跟他们的 比如说一些专案小组 去一起学习说 要怎么解决问题 怎么样去讨论专案这样子 那另外我们也跟 世界和能组织有合作 有一些学生 他们也有在熟期的时候 到世界和能组织去实习 好 然后这个呢 就是我刚刚说 我们学生的实务能力 是非常强的 有多强呢 就是像我们自己在 系上是有一个社团 叫做Drive Dundies 他们就是一个赛车社 可是他们赛车社 不是说 我就只是改装车子而已 他们是自己设计车子 然后从头到尾 去生产出一辆车子 就是自己制作 然后再开着他们自己做的 自己设计跟自己做的车子 去比赛 所以他们就是 实务能力真的非常强 而且对于就是 Mecanical Engineering 是非常有兴趣的学生 才有办法做到这个地步 所以我们的学生 就是都是非常热爱 他们所学 然后会去把他们学的东西 实践 制作出实体的东西 这样子 好 那大概是这样 再来是研究所的部分 那研究所的话呢 我们也是有 研究所的预课课程 那什么样的学生 需要来念研究所的预课课程呢 就是有一些同学 他可能是跨领域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课程 是不限科系背景的 像是我们研究所的 Computer Science 或者是Psychology 心理学系 是不限任何科系背景的 但你今天假设 你大学念的是上学院 你要直接跨领域 然后就去英国念 电脑科学 应该会觉得有一点担心嘛 所以呢 我们这个 我们可以透过就是 可能一个学期啊 或两个学期的预课课程 来做一个缓冲 然后呢 在这段时间 你可以先学习到一些 这个科系 你未来要念的科系的 一些基础知识 然后你预课结束之后 你再进入到研究所 才不会这么的 就是不适应 然后我们在预课期间 除了就是专业科目之外 我们也会教一些 学术英文的课程 比如说 我们今天到了研究所里面 就大家都知道要写论文嘛 那写论文 你势必要查非常多的资料 还有就是 你要去看说 我这个资料来源 是不是正确的 那我如果今天 我要使用这个资料的话 我应该要怎么做 正确的引用 这一些呢 都是会有 需要一些判断能力的 或者是说 你需要知道 我要怎么做正确的格式 然后来把这段资料 引用到我的论文里面 不然就可能会被判定 是抄袭这样子 就人家就觉得 你就只是复制 贴上别人的东西 所以这些东西都很重要 那如果你未来在研究所 你希望你的课程 可以拿到高分 然后你的论文写作 可以顺利的话 其实透过Premaster 就是研究所的预课课程 是一个非常棒的开始 那你也可以在这段时间 去适应一下 英国的教学环境 那我们的研究所预课课程呢 有分成一个学期 或是两个学期 一个学期的话是十周 两个学期的话是二十周 所以大概是 两个半月或五个月 那相较于其他学校的 研究所的预课课程 我们的预课课程 算是比较短的 所以如果说担心 就是我从预课开始念 然后再去研究所 需要花很多的时间 我觉得其实不用 这个就是 如果是透过我们的预课课程的话 就不用太担心 因为其实时间算是蛮短的 大概一年半以内 你就可以完成了 好 那我们的研究所预课课程 有哪一些呢 有我们有商学院啊 设计相关的 然后也有工程啊 科学相关的课程 还有Nursing跟Education 就是教育 然后还有法律相关的 所以其实也蛮多元的 几乎大家想要的科系都会有 那像商学院的话呢 大家比较喜欢的可能就是 那个会计啊 金融啊 然后像现在比较热门的商业分析 我们也都有 那设计的话 我们会有产品设计 那这些都是需要提供作品级的 好 再来呢 如果是科学相关的话 我们工程类 我们也有 我刚刚讲 我们是全英国排名第二的 那个生意工程 然后我们也有 土木工程啊 还有电脑科学相关的课程 然后像现在很热门的 比如说 那个心理学系我们也有 那我们心理学系 是不限任何科系背景的 好 那我接下来会比较详细的 介绍一些科系 都是很多同学有兴趣的 第一个是心理学系 那我们心理学系 是不限任何科系背景的 假设你大学念的是 外文系 商学院 你都可以来申请 然后我们这个科系是 British Psychological Society 认证的课程 就是说 如果你未来毕业之后 你希望可以在英国 成为一个资商师的话 那第一个条件就是 你一定要念 BPS认证的 心理学系的硕士 那我们就是有这个认证的 好 那再来就是 当地有一个特色 就是我们学校 非常鼓励就是 除了去学生 去精进实作能力之外 我们很鼓励学生 不同科系之间来合作 就是跨领域来合作 像举个例子好了 我们心理学系的学生 有跟社工单位 和社工系合作 那他们就是有在这个 当地这边的 当代艺术中心 做一个特殊的课程 来协助 一些弱势家庭的小朋友 他们利用艺术 来促进他们的身心发展 就是叫做Art at the Start 因为那时候在疫情期间 有很多可能家庭 比较弱势的小朋友 他们就被迫要待在家里 就比较没有办法 出去社交啊 然后去学习 所以他们的发展 就有点停滞 那我们就是透过 这个艺术疗程 来协助他们 重回正轨这样子 好 再来是电脑科学 一样这个电脑科学 也是不限任何科系背景 都可以申请的 我们的电脑科学呢 是非常注重 就是使用者的角度的 就是因为很多学生 他们可能在设计东西 他们在开发软体的时候 他们不会去考虑到 就是会忘记啦 就是常常就 以自己的角度出发 不会去考虑说 我的使用者 他们需要的是什么 所以我们都会邀请 比如说这个学生 他的目标族群 来协助这个同学 去开发他的东西 那另外呢 很特别的是 我们电脑科学学院 有一个很大展演空间 你们有看到这个图片吗 就是这个展演空间呢 就是可以让学生 跟教职员 来发表他们的作品 跟研究报告 那像现在其实很多科技公司 都很流行说 CEO要上台报告 然后这些CEO其实讲话都是 非常台风 非常稳健 很有魅力的 那我们就是希望说 可以培养我们的学生 也有这样的能力 有公共演说的能力这样子 所以我们的Computer Science 是非常注重 就是学生除了 课业表现之外 你还要有其他的能力的 好 再来是商业分析 我们的当地的商学院 是全英国排名第24名 那商业分析 也是一个跨领域的课程 就是我们是有 商学院跟电脑科学 合办的一个跨领域课程 然后呢 在念这个商业分析的 这个研究所的期间 有机会可以去 申请八周的国际实习机会 就是像我们有些学生 他们就到欧洲其他国家去 甚至他们可能 因为有一些英国同学 他们可能就会 跑去中国 或是跑去越南 就其他不同的国家 那当然如果你想要留在英国实习 也是OK的 好 再来就是我们的商业分析 是有很多种不同的组合的 就是你可以选择 你要配Big Data 或者你要配金融 或行销 或者是国际贸易 或者是管理这样子 就有不同的课程组合 然后呢 其实我有看过 很多学校的商业分析课程 我觉得我们当地 比较特别的课程 就是这个 Data Visualization for Business 就是这是我们 其中一门选修课 它可以让你 就是学习说怎么样 把大量的数据 都是数字嘛 把它变成一张可能 图片 或者是一个表格 让人家一看就知道 这个数据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那另外呢 也是比较少学校 有开的课程 叫做Fintech and Blockchain Technology 这个就是在学习 加密货币跟区块链 应该都很常听到 这两个字吧 就是加密货币啊 就是现在的一个趋势 然后也是目前 算是比较少学校 有开始在教的 那我们当地 也是有开这样的课程 好 那再来呢 是研究所的Product Design 我们当地的Art and Design呢 是全球排名第12名的 然后全英国第7名 那一样 我们这个Product Design 也是鼓励学生 跨科系去合作 比如说你们看到这个 有一个这个 颜色很鲜艳的游戏 它就是我们商品设计的学生 跟心理学系的学生合作 这个游戏是给一些 可能有什么深信发展 就是比如说 有一些什么过动证 注意力不集中的小朋友 来使用的 然后可以做到 就是那个治疗的效果 那这个就是我们 一个跨领域的例子 然后像如果说 你觉得你是对于 比较特殊的东西 设计有兴趣 比如说家具啊 或者是一些 就是不是说平面设计 是产品设计 那其实我们都有 相关的资源的 像我们的这个建筑 我们的那个设施啊 就有资品的 资品的实验 资品的Lab 然后也有可能3D列印 还有一个很特殊的 就是我们是有一个 野炼厂的 就假设你今天念的是 可能是雕塑啊 或者是家具设计 你都可以来使用 这个野炼厂 这个是非常非常 少学校有的一个设施 然后像金工的实验 金工的工作室啊 木工的工作室 我们都有 所以学生可以去设计 各种他们 想要设计的东西 这样子 好 那这些都是科系啊 再来我会讲一下 我们当地的录取标准 如果是你想要来念 当地的大学的 预科的话呢 你的高中在校成绩 我们是 假设你念到高二 你就可以来申请了 到60分才可以来申请这样子 那如果高三毕业的话 50分就可以了 那语言要求的话 是雅塑5.5 好 那再来是 如果说你是想要从 International Stage 2 开始念的话呢 我就一定要高中毕业了 那高中毕业的话 你的高一到高三的平均 要是70分 然后数学65分 或者是说 你已经念完大一了 你也可以来申请这个课程 那研究所的部分呢 我们就是大学 你的平均有60分 就可以来申请了 然后雅塑跟托 雅塑大概都是要 5.5到6.0左右 才可以来申请 然后像我们当地 其实会给蛮多奖学金的 就是像除了 在这个预课期间 你会看到就是 我们有给奖学金之外呢 你进入了当地的 比如说研究所 或者是大二 大三大四 我们每一年呢 都会给学生 国际学生 就是假设你是从预课 念上来的话 我们每一年都会给 国际学生4000块的奖学金 所以其实我们会 我们的学费 已经没有算很贵了 然后再加上奖学金的话 其实算是一个蛮 蛮划算的学费 然后你又可以得到 很好的教学品质 所以大概是这样 就是当地的介绍 到这边 然后看看你们 有没有什么想要了解的问题 可以问我 International Stage 2 高中毕业就可以申请了 所以你说读4年好 还是3年好呢 我觉得如果你没有说 很急着要毕业 我当然鼓励 你可以从International Stage 1 开始念 就是会是一个比较完整的 整个教学的流程 可是有一些同学 他可能就觉得说 他想要快一点毕业 然后他的成绩刚好 也都有达到 International Stage 2的标准 然后International Stage 2 提供的科技 也是他想要的 那当然也可以是念3年 就毕业这样子 所以主要是看 每一个人的规划 所以看你想要申请的科技 是什么这样子 苏格兰的话 其实一年也是 大概就是两个学期 就是他是从9月上课到12月 然后1月上课到6月这样子 然后奖学金的话 通常会是看你申请的成绩 那奖学金是每年都有的 可是像我们有两种奖学金 第一种是预科的奖学金 预科的奖学金 就是可能每一年的金额 比较不一样 就是看你申请的那时候 可能名额还剩多少 然后我们通常会安排一个奖学金面试 来评估说要给多少的奖学金 然后第二年的这个 当底给的奖学金 就是专门给国际学生的奖学金 是只要你有申请就会有了 对 就是有两种奖学金 好 然后给多给少 就是如果是预科课程的奖学金 我们会评估你的成绩 还有你的 比如说你为什么想要 我们会透过面试知道说 你为什么想要念这个科系 来判断这个金额 那如果是当地给的奖学金 它的金额是固定的 不过通常预科的奖学金 是越早申请 会越容易拿到 就是高额的奖学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创业